中文字幕志愿者 已经不叫封闭式管理了 而改叫人员相对禁止 有人说中共太能编了 把封锁民众称作相对禁止 把监视民众称作空中伴随 而实际上 北京不仅有封户小区的现象 更有居民被拉走隔离 有人也介绍 就在一天之中 北京最少隔离了几十万人 只是中共是悄悄的一户一户的隔离 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到 也有北京的人士介绍 他们家也被安装了能辞 而他自己呢 更被中共的防疫人员威胁 而在燕郊的居民 下回家的话呢 必须出示四十八小时段报告 庆祝这 还要征得居委会的同意 不少民众正在叮风冒雪的排队 而实际上 这些在风序中等待的人们 乍一看 还以为是乌克兰的难民呢 而实际上 乌克兰的难民 即便是在过欧盟的边境检查站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惨 而且介绍 我们之前节目报道过的那位北京人阿光 他曾经表示呢 不会离开乌克兰 据说呢 真正的原因是 他的五个娃和老婆都不是中国国籍 中共不管 后来呢 又说呢 可以让他们跟着阿光回中共国 只是呢 要花钱 机票加隔离费 一家人要接近二十万 而且呢 回到北京 一时呢 不容易找到工作 五个娃上学 看定没有户口 没有医保 只能去私立学校读书 看定呢 也要自费 这更是天价的费用 根本无法承担 最终呢 阿光是决定一路向心 奔西欧 而一路上呢 他遇到的呢 都是人道主义的接力帮助 更没有任何费用 而孩子们的上学 物料问题呢 都是免费 全家人的生存 完全不用担心 他已经到了德国 他准备最终在丹麦落脚 而实际上 当下呢 有接近两百名华人 因为中共的国航 突然取消航班 他们被迫滞留在维尔纳 不仅钱贷花了 而且呢 也没有了身份 是真正的陷入了困境 这些人表示呢 他们是漂泊在外的孩子 只有一个回家的心愿 他们深爱他们的祖国 也能连接祖国的难处 只是希望能够被眷顾 被看见 有人更介绍 早在1917年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华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在外华人 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求救 而当时呢 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 但却都主动停战 把接回在外的华人 当作第一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毕竟能够